哈囉 大家好 我是莉娜 今天是小寶陪拍 那我們今天的主題是訓練狗狗的四大法則 可以使用的工具有 像這樣的小零食 還有鑲片 那第一個我要說的是 Lure 零食誘導 零食誘導就是 拿著一個小小的零食 比方說你要狗狗趴下 你就這樣子往下 那它會跟著零食的方向 然後去做起來 或者是往下 那通常我們會搭配這個鑲片 也就是這樣子 欸 往上 然後就給它吃 那這個方法就是 你用零食誘導到 你想要狗狗做的動作 當狗狗打到這個動作的時候 然後你就按下鑲片 然後再把零食給它 那如果是你抓著零食的話 就是這樣子 它一趴下的時候 就把零食這樣子放開 狗狗就會吃的到 那我用的鑲片是這個Caren Prior的 它其實從物店都買的到鑲片 或者是上網網購 鑲片有分大聲跟小聲的 如果是太大聲的鑲片 我們可以用布包著 然後按 或者是把鑲片拿遠一點 或甚至拿到背後再按 因為我遇過的狗狗 少數的會怕這個聲音 但是一旦他們知道 這個可以連結到食物的時候 他們就不會再害怕 那你也可以直接買小聲一點的鑲片 像小偉就是聽到鑲片的聲音 它會知道說 可以開始吃零食 可以開始訓練 它就會很專注 那在運用鑲片的時候 我們一開始要先充電 充電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要按一個 然後給它吃一個 按一個 餵一個 也可以是按一個 就在地上 反正就是讓狗狗知道說 按一個 就會有一個零食出現 知道它對鑲片的聲音 會按了會過來 或是按了會這樣 嗯? 看你這樣子 那通常鑲片是 遇用在一些指令啊 或者是跟狗狗動動腦的小才藝 比如說 匍匐前進啊 禱告啊 你們可以去看我這個才藝影片清單 而且大家在做哈嘍 小寶哈嘍 好 就給它吃 有時候你一個 有時候你一個動作讓狗狗學會了 但它之後久了久是可能會忘記 所以你可以做的是 常常的去強化它 就是比如說 你在餵飯的時候 你用零食 像它做一個指令 然後你按鑲片 然後給它吃 不常常複習一下這個指令 因為會越來越牢固 那直到後面它可能就會完全記得 像我很久沒有用的禱告 現在用用看 來 sit 好 禱告 禱告 就是它還是會記得 那食物的話要剝小小塊的 然後選擇的話是像這種 乾燥 或是冷凍的 肉類圓形食物 像我都會剝非常的小 這樣子 其實這個可以再剝更小 可是這個是 我等一下要拿去訓練狗狗 那它是一隻柴犬 所以我會剝比較大一點點 小寶的話大概是這個的一半 那等一下會提到 shaping 就是塑形 臨時誘導跟塑形 可以同時做 像一般狗狗很難就是 直接流到趴下 那我們可以怎麼做呢 我們可以去塑形它 我們先訓練狗狗到 坐下的這個位置 然後之後 往下一點點的時候 然後我們先按 這樣子往下 頭往下的時候按 那最後最後呢 頭往下 整個趴下的時候按 這個就是一個塑形的過程 狗狗趴下的時候 一定是前腳慢慢的趴下 所以先從頭趴下 再來是某一隻腳 再來是另外一隻腳 這樣慢慢的塑形 不求一次就要狗狗直接趴下 這個也是很多人覺得趴下很難的 就是他們沒有用到塑形這一塊 就會希望狗狗直接的趴下 那其實慢慢的塑形 狗狗知道說 有clicker的聲音 那我們是在對的路上 那狗狗就會願意的去做這個事情 那第二個我要講的是 Capture 捕捉法 它比較適用於在狗狗自動出現的行為 比如說你希望狗狗常坐下 那狗狗自己自發性的坐下 就是你沒有指令 也沒有口令的情況下 你看到牠坐下了 那一開始你就可以在牠坐下的時候 按下翔片 然後給牠吃 那假如狗狗在很遠的地方的話 你可以按下翔片 然後用丟的 還是讓狗狗吃到食物為主 那你也可以用稱讚的 比如說狗狗坐下的時候 你就說好棒喔好乖喔 讓牠知道說你喜歡牠坐下 那這件牠坐下的頻率會越來越高 那這個時候你就可以開始上指令 狗狗一坐下的時候你就說坐下 或者是你用英文說sit 那久而久之狗狗就會知道坐下這個行為 就代表sit 那之後你說說sit 狗狗就會坐下 像趴下也可以 狗狗自動趴下的時候 你跟牠說好棒喔 那如果你手邊是還沒有買相片啊 或者是你來不及拿相片 狗狗已經趴下了的時候 你可以用一些口頭的聲音 比如說yes 比如說對 比如說good 之類的就是 標記這個行為 有點像這個 的聲音 你看我這樣子按一下就會給 相片就是 按一下你一定要給 如果你按一下 可能幾次沒有給 這個相片就會失效 那狗狗也會對相片沒有那麼的信任 就有點像是你做事情 然後老闆沒有給你薪水 你就會不會想做事情 那每次按下想片 狗狗都會吃到東西 牠就會對這個相片 非常非常的喜歡 而且非常有信用度 那很多網友會問我說 想片的訓練可不可以 應用在定點上廁所 就是當狗狗上隊的時候 我就按下去給牠吃 我會比較偏向 牠在上廁所的時候 我說出 尿尿 這樣子 因為一樣是說出聲音 你一樣是在關注牠 那記得稱讚一定要立即喔 當牠尿下去的時候 你要馬上稱讚牠 當牠尿完很久的時候 你再來稱讚 可能牠已經會不知道 你在稱讚什麼了 就算你把牠抓到尿那一塊去 牠可能也不知道 到底是為什麼 你要稱讚牠 那CAPTURE的這個方式 比較不適用在 你在訓練 比如說握手啊 才藝訓練之類的 因為你在還沒訓練的時候 狗狗不可能 就是突然這樣子舉起手 然後比如說你在訓練握手 牠不可能舉起手嘛 或者你在訓練狗狗轉圈圈 那牠也不會自己轉圈圈 除非你的狗很愛轉圈圈 不過呢 應該可能是要大便 你幹嘛一直看我 像牠剛剛這樣一直看我 其實也算是一種捕捉法 但前提是我已經有訓練 牠很常看我 所以牠會一直看我 而且在做小片訓練的時候 狗狗通常都是看著你的 那有時候呢 就是用稱讚的就可以了 不一定說每一次都要按小片 那第三個我要講的就是 SHAPING 塑形法 塑形法比較常會運用在 才藝的部分 那我們通常會加一些暗示性的 比如說 比如說我們去碰狗狗這邊的手 那牠手就會抬起來 我們可以按下去 或者是向匍匐前進 可能一開始 讓牠先走 這樣 一步就好了 然後之後把它圓一點 拉圓一點 這樣 過來 其實你們會覺得說 這樣有點像零食誘導 牠其實是零食誘導 加SHAPING 這四個方式都可以靈活運用 然後這件的呢 就是可以拉長 牠走比較多步的時候 像匍匐的話 最後就是可以這樣子 匍匐 匍匐 其實你們看我的才藝清辣 很多都是用SHAPING的 包括狗狗的手交叉啦 然後包括狗狗轉圈 轉圈可能先轉1分之1 然後1分之1 然後還有4分之3 然後最後一個圓 那當然這也是看每一隻狗 有些狗可能就是 你可以直接畫一圈 然後按下去 畫一圈 按下去 持續很多次之後 狗狗自然會轉一圈 但我個人是比較喜歡用SHAPING的 那很多東西也可以做SHAPING 像是龍內訓練 我們慢慢的SHAPING 狗狗走進那個籠子 可能牠先看籠子 然後再來頭身進去 然後再來跨一步 然後之後再整個進去 然後在裡面轉一圈 然後在裡面趴下 這都是慢慢的一個過程 然後記得喔就是水瓶 牠會用到很多的零食 可能一次訓練大概5分鐘 你可能就會用掉很多 看你的訓練的快慢程度 所以我可能會事先剝好 比如說就是這些的量 那我就不用去計算時間說 我要訓練5分鐘 那我只需要把這些零食都餵完 那就算訓練結束了 所以看你是要用計時的方式 還是說你要用抓一個零食量的方式 都可以 那也要依照每隻狗的不同 有些狗牠是可以訓練很久 牠可能可以訓練30分鐘一個小時 像邊際牧羊犬啊 或是一些很喜歡吃零食吃食物的狗狗 那有些狗可能5分鐘 牠就已經覺得不行了 但你不能在狗狗覺得不行了的時候 覺得很煩的時候 會想走掉 撇頭 然後拒絕做動作 這些都是一些訓 然後就代表說狗狗覺得這個訓練是有壓力的 像真相訓練就是要建立在狗狗喜歡開心 愉快的基礎上來做這個訓練 就是牠現在這樣子 很想要很想要 而不是說就是我不要 而且每次的訓練都要結束在狗狗 很快樂很想要的時候 這樣牠可不可以期待下一次的訓練 而不是覺得訓練是一件很累人的事情 其實我一直在推動小訓練這個東西 就是比如說 像訓練一些握手啊 最簡單的才藝轉圈什麼的 這都是你跟狗狗的互動 你們可以增進感情 那狗狗也會因為每天都可以吃到一點點的小零食而感到開心 對每天有期待 然後最重要的是可以讓牠們動動腦 像喬寶以前就是常常訓練 我覺得牠真的有比其他的狗 感覺更有靈魂一點點 但是其實族人常常跟狗講話 狗狗就會變得蠻有靈魂的 那就是我要說的最後一個 第四個是蓋的手部引導 比如說小寶現在是以站著的姿勢 那我們想要訓練牠坐下 那我們就把牠壓下去 跟牠說YES 或者是用翔片這樣子 那我個人比較不推這種方式 我會把這個方式留到最後最後 像比如說我在訓練狗狗趴下的時候 很多狗狗屁股很硬 牠就會趴前面 然後後面屁股是翹的 有時候我會稍微輕輕的往下推 有時候狗狗就可以趴下了 這個只是一個引導的重作 那但是可以讓牠很快的成功 所以當你在臨時誘導 然後再加上一點引導的時候 你可以得到快速的效果 那就是下下策 而且前提是要在狗狗能夠理解這件事情 比如說壓牠然後趴下 牠是懂得這個是趴下 所以我得到獎勵 如果你一直壓一直壓一直壓 那狗狗還是不會趴下 那其實你還是花時間 以臨時又倒慢慢的訓練趴下 或是其他的東西 那最經典的就是握手 像一開始我們在叫握手的時候 我們是把狗狗的手直接舉起來 然後按下去 然後給牠吃 像這樣子重複幾次這樣拿起來 之後狗狗可能看到這樣 牠就會把手衝上來 這樣就成功了 不會讓狗狗太有壓力的小指令啊 小才藝 就可以用手部引導的方式 或者是你趴下遇到瓶頸的時候 你可以稍微用手部引導 因為手部引導 它其實沒有讓狗狗有思考的空間 你只是強迫狗狗做出這個動作 牠可能不會知道 要不然我會一個指令就是點頭 點頭 對 像你要跟狗狗玩這個指令的話 你不可能就是這樣子 點頭 然後按下去 狗應該不會知道吧 牠可能覺得你就是壓了牠的頭一下 這就是為什麼我很少會用這個方式 而且蓋德的方式 它有一個反效果 就是當你在這邊一直耶耶耶 狗狗可能會因為牠一直被動到 你一直在強迫牠 你可能做得太過了 所以你會讓牠討厭訓練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還是以臨時誘導 然後加上一點shaping 然後再加上平日 你看到牠有這樣的行為 你就用capture的方式 這三項加起來 其實就可以訓練的好 好那講了這麼多 希望大家都可以靈活運用在生活 訓練狗狗當中 讓你們的感情更好 也是讓大家知道訓練時 都在用哪一些工具來訓練狗 你也可以使用這些工具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囉 如果大家覺得這影片實用的話 請幫我按個喜歡 那也別忘了訂閱加分享 才不會錯過下一集的影片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